大家好呀我是花扇里 今天我们来搞一个充满逻辑漏洞的对比 那就是罗马帝国的各项数据指标 和现代国家的同类指标的对比 虽然很多的对比都会明显的受制于时代的差距 但是像恩格尔系书呀 金吉系书呀 财政分配比利呀 这些纯社会结构层面的对比 我想还是可以感受到 几千年来人类在这些方面都有哪些变化 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 记得先点赞订阅哦 因为在我的频道中 罗马帝国相关的内容不算太多 还是先说明一下基本的情况吧 罗马帝国当然是当时各个方面的超级大国 采用其最盛时期的版图的话 大约拥有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也就是半个中国或者是半个美国的面积大小 而且罗马帝国的版图 是环地中海的狭长形状 在没有电话 没有轮船 没有飞机的时代 其情报传输的距离 会比同时代的其他帝国更加的难受 当时统治这么大的土地还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分封是必然的 罗马帝国大体是被分成了四个大区进行分别统治 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人口大概是6000万人 这和现在的法国南非意大利这些国家相当 放到现在的话 能排进国家人口数的前20左右 当然这个人口密度 放在现在的东亚人看来是相当的低 和日本比的话 只有现在日本的4%左右 但是跟同时代的日本比 罗马就反压了日本几十倍了 其实这也比汉朝全盛时期的人口密度还要高一些的 那基本的自然构成大概就是如此 接下来看看经济的层面 首先当然是GDP 现在对罗马帝国的GDP 当然只能是通过已有资料进行估算 甚至有时候要倒反天罡的从财政预算反推当时的GDP 公元200年左右是罗马的全盛时期 资料保存相对完整 估算当时罗马帝国的GDP 大概是135亿塞斯特斯比 政府支出则是在14亿到16亿之间 大约只占了GDP的12% 劳动时间的公价换算的话 以塞斯特斯比大约是3美元的价值 相比之下现代国家就过分的多了 比如现在日本的民意GDP是536万亿日元 而每年政府的支出大概要240万亿日元 占了GDP的45%左右 而且日本在这方面的表现 还不算是发达国家中税费高的 甚至考虑到日本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养老基金词 日本还算是发达国家中比较温柔的 所以大体上现在政府所占有的全国生产成果的比例 大约是罗马帝国时期的4倍 当然罗马帝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财政占了GDP20%左右的时期 那么这么些不多的财政收入都是怎么花掉的呢 接下来就来看看罗马帝国财政支出中的主要部分 分别都占了多大的比例 首先最大的大头就是军事开支 大到可能超乎了现代人的想象 估算全社时期的罗马帝国一年的军费开支 大约是12亿塞斯特斯比 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七成 军费支出最严重的时期 甚至占到了GDP的10%到12% 相比之下当代大家心中的军事大国 像是美国和俄罗斯这种 每年的军费支出 大概都是财政收入比例的10%左右 可见罗马帝国确实是以战争和征服来立国的 而与非军事大国比就差了更多了 日本每年的军费支出 大概是500亿美元 大约只占了政府支出的2.5%和GDP的1% 欧洲很多军事小国甚至军费占GDP的比例 已经低于0.5%了 当然军费的支出主要还是看需求决定的 考虑到日美两国的财政规模 无论是美国的10%军费 还是日本的2.5%军费 都已经大体足够应付可预见的假想敌的第一波冲击了 如果不是为了备战的话也没有必要大幅提升 而罗马帝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就远没有当代这么和平了 战事不断加上冲突的规模常常都很大 自然军费开支也高 罗马帝国维持这种惊人的军费占财政的比例 主要是为了应付日尔曼部落和与帕提亚的冲突 军费之外 罗马帝国财政支出的另一个大头是社会保障性支出 不要觉得社会保障是近代的产物 这种符合人类本能需求的东西 在哪里肯定都是自古以来就有 只是操作的方式不同 罗马帝国它当然是没有现代的社会保障概念 和中国古代是一样的 罗马帝国的社保支出 大体也是会以项目的形式开列预算 比如图拉真皇帝就拨款修建了孤儿院 而罗马帝国的常规社保支出的方面 主要有两项 一个是小麦配纸的预算 又已经保证一些符合标准的人获得粮食 另一部分是养老金 一般认为除了军人之外 可以获得罗马帝国的养老金的其他职业很少 而军人虽然有养老金 但是这笔钱更大可能是从军费中支出的 是以军人工资的延迟支付的形式体现的 这有点像现在个人和国家各处一部分的养老保险制度 这也是罗马帝国军费庞大的原因之一 罗马帝国每年在常规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还是不小的 公元200年左右的小麦配级预算 估算是1亿4000万赛斯特斯币 占了政府支出总额的9%和GDP的1% 再加上军人的养老费用这个比例还会高不少 考虑到罗马帝国是一个财政收入只占GDP10%左右的小政府国家 那这个社保支出的比例即使放在现在 也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 相比之下 现在日本每年的社会保障预算大约是90万亿日元 占了政府支出的35%到40% 但是日本政府所收取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也比罗马帝国高了很多 既然要搞大政府 那自然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 当然 罗马的小麦配级预算是有覆盖限制的 如我在之前的会员视频中引用的理论 罗马帝国的这部分预算大体也是罗马市民在享受 虽然罗马皇帝并不是由市民选出来的 但是一个不受罗马市民欢迎的皇帝 那是肯定要倒大媒的 那可是人身安全意义上的要倒大媒 虽然现在难以考察罗马帝国时的皇帝指领的预算有多少 但是也有可能小麦配级预算并非是单独的社会福利 而是皇帝指领预算的一部分 总之罗马市民不能吃不吃饭 此外现代国家的财政支出中 发泛公债和支付债务利息通常也要占很大的一部分 这方面罗马帝国似乎就没有倒入 因为在现在找到的常规财政支出表中 并没有发现和支付借款利息相关的项目 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很可能是大致来自于帝国的固定税供 加上各行省的间接税 用现在的观念看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初级平衡状态 当然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总有突发事件 那存款不足的时候还是只能举战 比如在第一次布尼战争期间 罗马的国库就几乎被耗尽了 为了维持战争的力量 罗马的上层阶级以稀稀里的土地为抵押 借款继续建造战舰 最终取得了对加太基的胜利 社会发展的指标方面 几千年前的罗马肯定要比现在要差很多吗 比如贫富差距就肯定非常巨大 毕竟上面有元老院 下面有著称奴隶 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当然事到如今要去计算罗马帝国的级级系数 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一个贫富差距的指标倒是有希望估算 那就是贫富差距的倍率 比如社会前千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平均数 是总平均数的多少倍 一位元老院议员就曾经在书信中写下了 自己拥有110万塞斯特斯币 而现在估算公元200年左右 罗马国民的平均年收入是2000到4300斯币 也有资料显示 罗马城中附加一年的生活消费 大概是230特斯币 对比起来感觉比较合理 那么假设一个居民的存款是收入的四分之一 财富是20年存款的话 其财富大约就是1万到230特斯币 一个元老院议员就是他的55到110倍 对比当代的话 说实话这个倍率放到20世纪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放在现在就 反而感觉罗马社会还挺公平的 这些年人类的贫富差距扩大也是太恐怖了 当然这个倍率应该是被严重低估了 且不说我这种估算是否合适 即使是一个罗马人收入确实就是4300特斯币 他应该也存不下1千 因为估算罗马人一年的口粮花费 应该需要700特斯币 假设一对夫妻带两个小孩的话 一年光吃就要花2800特斯币 两人一年的收入取平均按6300特斯币算的话 恩格尔系数高达47% 这放在当代妥妥的是最穷的20%的人群 这就是罗马人的生活水平 所以罗马人的财富积累占收入的比例 是不可能像当代人一样的 如果罗马人只能积累收入的十分之一 那么按上面的算法 贫富差距就得高达130倍到250倍 基本类似于当代贫富差距很大的大国的倍率 当然 经济系数超过4的大国 不能代表当代人类的文明水平 毕竟罗马帝国是当时的文明顶峰 对比的对象也得是现代的发达国家 一般经济系数在3.3到3.6之间的正常发达国家 前千分之一人群的收入 对比平均收入的倍率大概是50倍左右 欧洲那些高福利国家的经济系数和贫富差距倍率 都要比这个还要更小 这样对比的话 2000年前的人类的贫富差距还真的是非常吓人 更何况当时的恩格尔系数情况还比现在要差很多 实在是难以生存的时代 那生存的难度有多大呢 按照古代罗马词典的推算 罗马帝国大概50%的人口都会在10岁之前死去 甚至有30%的人口活不过一岁 人口平均年龄的话 罗马大约是26岁 以此推算平均寿命大约是35岁 这个我想就不用和现代国家的数据对比了吧 已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世界了 其实罗马时代即使是元老院的议员 绝大部分年龄也是在30岁到40岁之间 但就算是这样 每年还是会有两位数的元老院议员因为去世而被替换掉 这就是2000年前人类最顶尖的精英的寿命情况了 那么你觉得罗马帝国的社会形态怎么样呢 有没有什么比现代更好的地方 欢迎评论区补充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